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偶心力学 采访了有上百位的土改的亲历人 那么最终结成了40余万字的口述历史文字 在今年的1月在台湾出版了 当然现在美国的这个图书市场也非常的不景气 香港也可以说塌陷和就是说也没有这块市场了 现在就到台湾去出版书了 那么终于在台湾出版了这本《雪红的土地》这本书 那么这个序言是由著名的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作序的 他给予这本书非常高的评价 他在序言中这样说 说这本书正是感性的认知和理性的认识的高度的结合中 还原了土改的学史和认识了土改的学史 那么在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之前 我先多唠叨几句 我个人对土改没有什么研究 这方面的阅读也是非常的少 那有一首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们小孩之间就会唱一首歌 就叫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丰田地丰田地 我们要做主人争欢喜 那么在我想跟我的同龄人也好 比我年长一点或者更年轻一点的人也好 可能会看过很多的这种红色的电影 比如像白毛女 红色娘子军 那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地主的形象 比如黄世人 南霸天 看到的时候音乐也会阴森森的 那个也都是整个天地都是黑的 然后那些人都长得非常的丑恶 他们懂不懂对农民 对贫苦的农民 动不懂就是拳打脚踢 逼他们的猪子杨百老被逼死了 在红色娘子军中 我们看到南霸天被戴上那个高帽子 最后被枪毙的时候 我们小孩看电影的时候 都会大家都哗的鼓掌 觉得是非常开打快人心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看过动画片半夜鸡叫 里面的猪八皮半夜让长工去要去做工 那也看到一个纪录片就叫收租院 里面刘文采的那种形象 真的都是刻骨铭心 多少年呢我们都认为地主就是恶霸 地主就是有血债的 地主呢就是说是压这个剥削阶级 非常残酷的 那我们小时候呢 我十多岁的时候 我们村子里也有地主 那看到那个地主的时候呢 他跟其他的那些老爷爷 没有什么区别 并不像电影上的那个形象 那么令人阴森森的 那么恐怖 但是我们小孩呢都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跟他不讲话 背后有时会喊地主地主 就是我也参加过开那个地主的批判会 我记忆非常新 就是说记忆非常深刻的 有一个地主婆 她是一个小脚 她开过这会之后 她不能回这回家 因为她走不动 然后她的丈夫就推着架子车 在雨中艰难地 把她一步一步地拉回家 这个是我亲眼所见的 一个地主婆的形象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我开始调查大饥荒之后 就会阅读一些其他的文字 我看到著名的这个理论评论家 胡平先生的一篇文章 就是说中国的地父谁来调查 他也是说打个问号 就是说现在这个反右啊 大饥荒啊 文革呀 包括六四啊 有大批的著作 有人来写 有人来出版 但是呢 作为土改一直是一个空白 中国的这个学者呀 历史学家呀 没有人出击这个题材 那么胡平先生就说 这是一个最沉默的 最广大的受苦时间最长 因为地主除了他们本身以外 他们的子女 几十年间 他们的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 他们考学呀 婚嫁呀 等等等等 都受到他们成分的这种 成分的这种约束 那当初被枪毙的地主呢 就有二百万之多 当然这是一个估计的数字 有的数字可能还是要更大一些 但是包括他们的妻子 孩子 他们的后代 那么受害的人呢 有数千万之多 那就说虽然过后摘了帽 但是并没有人去 并没有人去关注他们 或者记录他们 但是大概就在十五六年之前吧 有在四川的这个谭松教授 他就冒着巨大的风险 然后就在十几个县 包括四川呀 这个湖 那个湖北呀 他走访了十几个县 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些幸存者 他们也可以到了 暮年吧 都是八九十岁 即将离开这个人世的 这些老人 的确是抢救了历史 他也采访了这些地主的后代 甚至采访了当年的一些 这个民兵呀 这些就是当年的 这个土改工作组的一些工作人员 那么他就是留下了 可以说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 那就是因为这些采访呢 他不但被赶出了学校 甚至被很多的五毛呀 污蔑 就说他这个 都是大 这个把他骂的真的是 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 真的狗血喷头 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 那在去年呢 他不得不流亡到美国来 那么他终于出版了这本 血红的土地 中共土改采访录 那封面上呢 有这么两行字 就说这本书呢 是被中国官方指责为 收集社会阴暗面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种采访记录 那么我觉得我唠唠这么多 还不如让谭松 谭松教授自己来讲 那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谭松教授 谭松教授您好 伊万女士您好 观众们您好 那么就说呢 首先呢 我要向您表示祝贺 祝贺一本书的出版 因为这本书可以说 每年呢 有成千上万的书出版 但是我觉得您的这本书呢 是一本非常特殊的书 可以说呢 不论是今天谈也好 在未来谈也好 他就都一定会弥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改这一页 这个空白的一页 那么就是说 给后人也能够留下一份 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但第一个问题 我就是想讲呢 您呢也就是说 是五几年出生 不应该暴露您的年龄 那可以说是所谓上 这个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土改呢 一直是作为共产党的一个 伟大成就来宣传的 那就是说 打土豪分田地 让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但是您是一个 什么样的机缘 能够思考这个土改 能够质疑土改 然后进行这个调查 就是说是 你当时是受了 哪些方面的这个启发 有了去调查 土改的这个想法呢 请您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呢 本来我们的前言当中 已经写了 确确实实 就是我给你刚才讲的一样 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长大的 因为共产党的教育 那个刘文财啊 周伯阿皮啊 南霸天啊 黄世仁啊 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边 我小学上学的时候 就是从那个地主的罪恶的 一些展览画里边走过的 所以说我心中也充满了 对地主的仇恨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家里边呢 大好又是一个所谓的革命家庭 父辈 祖辈们呢 都是贫下中农出身 父母呢 也是跟共产党闹革命的人 所以家里边也没有任何人 跟我讲到过地主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从我的生长环境 学习环境和知识那个范围当中 都没有 接触到那个地主真相的这个条件 所以说我在 后来接触当中 纯粹是一种偶然 当然偶然当中也有鼻然在里边 第一次接触地主呢 就是看到暴打地主 那是我才13岁 学校组组 我们到那个农村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 那个批斗会 在那个批斗会上 我看到一群人把地主打得头破血流 而且我当时坐在前排 我就看到了当时的七八个地主 他们那种脸上的那种痛苦 他们那种无辜的那种表情 神情 给我很大的一种刺激 我当时本来也觉得他们是坏人 该打 但是由于我看到他们 头破血流那种惨状 和他们眼睛中和脸上露出的那种神情 一下让我觉得心中有很痛苦的一种感觉 同时产生了一种同情 但是那个时候我太小了 我还无法分辨地主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 而共产党跟我们教育当中 他们就是死而不受的坏人 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 对地主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一种 人性的同情就看到人头破血流当中的那种产生的感情 那么后来几年之后我到农村 我到农村生活了三年时间 这三年当然接受了大量的贫下中农 也接受了地主 因为我们生产队就有一个地主 那么在农村是我对地主转变的一个根本性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农村的时候那些贫下中农们讲给我们 讲给我 就是说地主并不换 地主当年对他们很好 而且他们很愿意再过所谓的那种 共产党说的妄恶的旧社会的生活 他们愿意在地主的那个当年那种情况下去打工 因为他说地主对他们很好 给他们辞得也好 人民公社里边他们才真正受罪 这种教育同共产党给我的教育完全相反 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那种认知观 而且我当时感觉到 贫下中农们说的是正确的 他们说的是真实的 而且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这样说 很多都这样说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生产的一个老会计 他经历过整个土改 他就把土改的那种血腥残暴 给我讲了 挨着讲了很多 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那个土改真相的人 我当时听的目瞪口呆 第三就是我们身上有个地主 这个地主我看到他很惨 全家人都过得很惨 他自己当然也很惨 我有产生了同情 包括他妻子和女儿 我都是产生了同情 不是为什么我就本能的产生了同情 所以后来我当了一个民办 代课老师的时候 我就把他女儿拿来编排节目当中 我看他女儿能够登台表演的时候 那种幸福感快乐感 我感觉他生活最底层的 于是我对地主产生了同情 进一步了解呢 我就发现我们那个地主完全是冤枉的 是乱化成本 把它化成了地主的 那么这种他冤枉的 他受这么大的苦 这就是我觉得不应当的 那么我觉得我受骗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愿意自己受骗 那么我受了什么骗呢 我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骗 他骗了我们 比如说不是这么回事 于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就想了解他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就是同情和愤怒 为什么我讲到 刚才讲到同情 为什么讲到愤怒呢 这个愤怒就是多年之后 我遇到了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地主的后代 他的妈妈被土改的民兵 监污之后 把他迫害致死 当时我非常愤怒 说同情和愤怒 也是第二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到一种责任感 什么叫责任感呢 就是说我感觉到土改运动 这么重大的一场运动 这么多人投入进去 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千番地府的变化 如此重大的事件 他居然没有真相 全是官方的说法 全是谎言的欺骗 说我觉得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 我们应当探索出他的真相来 说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不想受骗 第二个同情和愤怒 第三个就是一种责任感 所以这个当中我就觉得 我要去做这个土改调查 这个呢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 就是我做完了一点 我埋下这个念头的时候 才十八九岁 但我做的时候 已经是几十年之后了 是2003年时候才做了 还是那个由于看到那个不信女人的那种悲惨遭遇 才促使过坚决要做 就这样开始的 好的 谭孙教授 那么就是您最初的时候 最后有这种好奇心 同情心 还有这种正义感 再一个呢 你就是说觉得想要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样的就是开始了 那么我记得您说过 就是说在您所有的采访中 你之前呢做过重庆大轰炸 还有长寿湖的右派的采访 在所有您的采访中 你觉得这个采访对您来讲 是特别最艰难的采访 历史的时间也非常的长 就是说去过的地方也非常多 那还有更为困难的是哪些方面呢 为什么您认为是一个最困难的采访呢 这个里程请您讲一下 这个当然有几个原因 我做了好些不同类型的调查 比如说那个中国民间公寓的调查呀 大轰炸的调查呀 刘文才收住院的调查呀 反右运动的调查 那么为什么土地的调查最难呢 还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在中共所发动的各种运动当中啊 土改运动是共产党实时守住的 不容许任何人来质疑的 为什么这样 你看后来的反应运动啊 还有什么大饥荒啊 文革啊这些都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说法 还允许探讨一下 那么唯独土改 这个运动是共产党严防死守的 不容许任何人去触动他的 不容许任何人来讨论他的 不容许任何人来研究他 揭露他真相的 只有他一个人的说法 只有他自己的官方说法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因为他的革命的合法性 主要就建立在这个土改上面 他的说新民族革命的基石 就鉴定在这个土改这个上面 因为土改运动 他废除了博学压迫 他解放了劳苦大众 让那个广大的劳动人民 翻身得了主人 翻身做了主人 他那个等等那个 让根子有其田 他的所有高大上 他所有的光辉东西 全部建立在土改上面 他消灭了那种吃人的博学制度啊 他那个解放了生产力啊 诸如此类的所有的光辉业绩 几乎全部建立在土改上面 他革命的合法性 如果把这个一出动了之后 他就什么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境度上 他就是严防死守 他不用去任何有其他的说法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我说的一句话叫做 禁区当中的禁区 我们知道共产党有很多禁区 这种不准谈 那种不准谈 这个不准研究 那个不准研究 但是土改是禁区当中的禁区 这是第一个非常难的地方 第二个难的就是恐惧 这种恐惧是什么呢 就是说由于他几十年的高压 对土改的不允许任何质疑 或当年的血腥屠杀 导致当年参加的这些人 非常恐惧 他们完全一提到土改 只要感觉到和官方说法不一致 要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他马上就非常恐惧了 这个当中受害者是这样 他们的子女们是这样 亲历者是这样 旁观者是这样 所以说几个采访的对象当中 受害者 亲历者 旁观者 见证者 这些人当中 他们几乎都同样出一种恐惧当中 就是说我不能说 和共产党所规定的不一样的东西 只要说了真相当中 他就恐惧 所以这就给我采访带来很大的难度 比如稍微你提个问题和问当中 这个不说了 这个不说了 这就采访起来非常艰难 或者说当他知道你要了解什么情况之后 他马上把你拒之门外 这个采访都还好点 反应运动采访都还好 就是这个土改采访当中 我的采访对象 要么把我拒之门外 这个有啊 门都不准我进 要么就是说 我不说 我说不说 我知道你是什么 你有什么目的 或者你这样说了之后 跟我和我家人 我子女带来什么麻烦呢 说这种情况下 这是恐惧 第三个就是我自己的恐惧 因为我在做土改采访的时候 被之前被抓过 抓过放处了之后 我给我拒捕候选一年 拒捕候选一年 其中一条就是 如果有新的犯罪 那就直接抓入监狱里面 因为你现在相当于还是服刑期 只是不住在监狱里面 那么这是一条让我很恐惧的东西 如果他们知道 我不仅还在做长寿服 居然还继续做最大的一个禁区当中的土改采访 那么我肯定会抓进去 所以这个当中我自己也是处于一种很大的恐惧当中 这个也很困难 所以我不敢用手机 不敢和任何人交谈 我在做这个事 所以我做了两年多之内 两年多都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做这个采访 我想我爸 我妈他们以前在搞地下斗争的时候 还有一个上限或一个下限 单线联系嘛 有上限下限 我爸给我讲他当年在地下斗争的时候 他在重庆搞地下斗争的时候 他有上限下限 我做这个也是相当地下斗争一样 我爸当年做地下斗争一样 而我没有上限没有下限 所以我连我妻子我女儿什么人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做的采访 说到非常艰难 第四个比较艰难的就是经济困难 因为土改采访 它牵涉很广的地区 要走很多地方 要走很多地方 花费很大 要住宿 要乘车 要坐船 说这个当中呢 而我经常处于 那个工作的业状况下 说这个经济困难当中 也导致我失去了一些线索 比如说我听说 在神农家里有一个老地主还活着 当中的话都快到90岁了 还可以去采访 但是我算那个路费 当中的话 我就觉得当时只好放弃了 而且很远要走很远 我花下来 我想至少是一千多两千块钱 而我当时没工作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也导致他的采访困难 因为我在采访全是自费 而且花费很大 他不想右派采访 右派采访他一个群 一个连一个 而且他集中在 有的集中在城市 这个是在农村很多 很远 所以这也是一个困难 所以这个是我采访当中 困难的就是这几个因素导致的 好的 谭同教授 那就是说在您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就是找人又难 路又远 你个人那种处境 就是各方面的原因 但是呢 就是说你还是坚持了 这十多年 把采访了有上百位人 完成了这本著作 那么我记得看过一个 有一部小说 就是周立波写的 不是这个演员周立波 是小说家周立波 那个暴风奏语 后来也拍成电影 他呢主题呢 也是专门谈土改的 我这里面有一个主人公 就叫赵光定 他解放以前呢 是个光棍汉 他解放这个土改之中呢 他就得到了 比如像农田呀 比如说得到了被子呀 房屋呀 他就特别开心 觉得共产党是真的好 让我这种赵光定 穷着连这个衣服都穿不上的人 解放以后 土地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那就是说 请您谈谈毛泽东和共产党 他们已经夺得天下 已经就上了天安门城楼之后 为什么又要开展一场 这么血腥的土改运动 就是说他又是怎么样进行的 对我个人来讲 都是需要补上的一刻 请您介绍一下 这个当初呢 就要说到四九元之前了 共产党的 一那个成立不久 他就开始同土地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 甚至土地就是他 那个一个大天下的资本 或者一个资源了 土地革命的时候 他用土地 打土豪分田地 来笼络人心 来那个招逼买马 这个情况呢 一致延续到 四七年 四九年之前的 解放区的 所谓解放区的 土地改革 那个时候 在四六年 四七年 四八年 开展的那个 土地改革呢 主要 就是为了 征兵 从蒋介石打仗 他就说 把土地 给了 但是那个土地呢 他背后的 最大的地主 地主们的后台 还是蒋介石 你要保到你的土地 你必须把 不仅把这个 你村子里面 地主杀了 打了 你还要把他们后面的 那个后台 总后台 蒋介石打倒 你才能够保住 这种土地 农民是非常 想要土地的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他招兵买马 对他的解放战争 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说 大量的农民 为了保住土地 他们去参军 去前仆后继的 去共产党卖命 说没有土改 没有解放区的土改 在蒙古城上 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 那么这个 你刚才提的问题 就是说 他江山已经打下来了之后 已经是掌权了之后 他为什么还要搞 这种血型土改呢 这个问题 我确确问得很好 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那么我调查 他采访的东西 也就是他49年之后 他夺得江山之后 在全国范围内 具体说来 就是在他打下来的 这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 有三亿多人口 这个范围里边 搞的一种土改 那么这个土改 我简单说来话 它是一个由顶层 精心设计的 全国范围大运动 这个运动 他为什么要搞 他要用什么手段 用什么方式 要达到什么目的 中共非常清楚 在这之前 他运用这些手法 方法 他已经很成功了 那么在全国解放 他又要这么搞 那么他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事情不打仗了 他为了就是 巩固政权 建立政权 来得整个建立自己的威望 同时为了什么呢 为了把恐怖灌输在人们 人们的心中 让人们恐惧他 当然还有一个目的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练财 当时他经济很困难 毛泽东说过一句 要争取经济状况 根本好转 其中一点就是要 拿地主的钱财 这个情况 他有很多很多目的 那么我具体谈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他需要 离威 需要建立政权 把自己的政权通过 需要地主的钱财 同时需要把马力文化 灌输到整个农村里边去 所以这个当中呢 他就有这么一个目的 他也要通过土改这个运动 通过一系列的手段 来达到他这个目的 具体要说的话 他采取了 从49年之前 相同的一些做法 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比如说 不同的话 那么就是相当于说 他这个时候不需要 大量再征兵了 在49年之前 他需要大量征兵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了 但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建立政权 建立每个三项建立政权 他通过土改来完成这个东西 我简单说一下的话 如果说怎么进行的话 首先 他采取了以前的做法 就是说49年之前的 土改的做法 就是所谓的发动群众 你就说的就是像周立波 你提到周立波里边的情况下 首先就把那些穷人 发动起来 说给你的好处 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穷 你们穷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有人剥削你们 压迫你们 他们让你穷了 简单说 由一个土改工作队员 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下去讲的 去发动群众 简单说了几句话 来的总结就是挑拨离间 这是一个土改工作队员 说的这个人在昨天晚上 刚刚去世 他叫张先生 他是一个部队的军人 当土改工作队员 到那个农村去搞土改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挑拨离间 你们为什么穷 就是有人剥削了你们 压迫了你们 把群众的那种怨气 怒气 散动起来 还说是谁养活谁 不是地主养活你们 是你们养活了地主 你们的贤财 你们的劳动 你们的学汉 全部被他剥削走了 用这种方式 去挑动起来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在中国几千年 当中 农民们根本没有什么 剥削压迫的这个观念 没有所谓 中共所属的阶级对立的那种 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 中国两千多年的 土地制度当中 主要是私有制度 土地制当中 大体上地主和农民们 是和谐相处的 如果这个制度 它真的是像共产党 刘温产 那个什么 搜索院里边 那种血腥 那种残暴的 它能够维持两千年吗 不是出现了多少个 陈胜吴广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是一种 煽动的 一种编造的一种东西 我在后面的 那个文章当中 专门对这一点 进行了理论上的 一种分析 现在简单说了 就是 它用一种 挑拨离间的手法 把农民散动起来 说让他们去仇恨地主 去打地主 去拿回自己的钱财 它说那些地主 那些房子 那些财产 都是你们的 因为它博削去了 你们要把它拿回来 用这种方式 来散动 用钱财 然后呢 第二步呢 它就是用了什么 那种方法呢 它就用了一种 就是第二步 就是划分成分 这个划分成分呢 中共专门出台了 一个文件 叫做是 1950年8月20号 说的关于 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这个当中划分呢 就是说 分到好几个档次 比如说有地主 地主当中有二地主 二地主就是我们 能手把土地再拿来转租的 这种情况叫二地主 还有其他成分兼地主 什么工商业兼地主 地主兼工商业啊 诸如此类的 那就是破产地主 这方面的 还有就是富农 富农又分了好几个档次 还有中农 有平农 中农当然有上中农 下中农 有平农 有布农 有布工 就是划分成分 把人分成了农村的 分成了好几等 这个情况在以前 中国历史上 也是没有这样划分的 这是个新生事物 第三部分呢 就是既然划分成分之后 随时地主 你都把财产交出来 随时平农 就要开始去拿财产 那么分配财产 分配土地 这是土改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头戏 这个在 在那个1950年的6月30号的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第二条当中就明确规定了 要募收地主的财产 是什么财产呢 当时叫五大财产 一个就是它土地 最主要的 然后就根树 根树就是它的牛啊 马啊 螺子啊 这方面的 第三就是农具 第四就是 叫所谓的多余的粮食 和多余的房屋 这个叫五大财产 就把这五大财产呢 要募收 至于什么叫多余的 这个完全是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在我的调查当中 这个全部收完了 没有什么时候多余的才收 什么不是多余的就募收 这五大财产地主全部被收完 房屋收完 这地主全部赶出去了 但是他又说了一个 地主的其他财产 不予募收 不予募收 就是说你经营财宝 可以募收 这点我之后 后面可以再讲 专门讲这一点 当然还有什么 对三十二条规定 不要不准乱不乱杀呀 什么各种肉形 这方面的 规定的 这个当中过了之后 它下一步就是 建立政权了 建立政权当中 这我要反过去说一下 建立政权 建立政权是什么基础之上呢 就它在最初的时候 它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不叫政权 临时的嘛 叫农民协会 或者叫贫协会 这种人找了一些人 这种人所谓的就是穷人 很多人是地痞流氓 把这些人找起来 组建了一个组织 作为它的执行的机构 就是农协会 那么这些人 就是在整个图改当中 比如说划分成分也是他们 分财产也是他们 追财产也是他们 甚至杀人也是他们 就这个组织 那么在这个当中 后续当中 就用这个组织 就建立政权 比如说建村委会 党支部 这种类的 还有这个过程当中 进行了一个复查 复查当中 就是查一下前面的 什么什么问题 这个复查在图改当中 也是个很重要的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复查当中 有捕化了很多地主 像我们生产队这个地主 被冤枉的就是复查的时候 把它划分地主的 这个复查的 我这里对复查都说两句 本来从理论上说 好像复查是有道理的 看看前面有没有 哪些做的对 哪些做的不对 所以我会想起来 来总结一下 实际上在图改当中的复查当中 又导致了很大的冤家错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农村的这些农协会们 那些集集分子们 那些图改民兵们 甚至地痞流氓们 发现一个现象 只要化成地主之后 马上它的房屋 它的财产 它的什么猪啊 刘阿洋啊 全部可以拿过来 于是在这个复查当中 他们就把一些 不该化成地主的人 全部给他们化成地主 一化了之后 马上就把房子收了 就把猪给他牵了 其中我调查当中 有一个农民协会的主任 他看中了其中一个人 这个中农的 他的房子很想要 他的姐姐也很想要 于是在复查当中 就把他找个理由 把他化成地主 于是赶出去就把房子收了 这部复查导致很大的冤假错案 就是这个图改的 这是最后一步复查 所以他经过这些步骤 一步一步下来的图改当中 就是主要有这几个大的步骤 大的那个过程吧 这我简单要补充点 一说的话 他也有的地方 也不是仅仅走去之后 就先是什么跟你讲 什么博学亚迫的理论啊 什么谁养活谁的道理啊 他走去也不是这样讲 他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 他怎么才有什么办法 走进去之后 他看到是随时负一点的人 或者有土的人 先把他抓起来就杀了 一阵杀了 让这种情况 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让老百姓害怕跟着他走 这种情况使用在云南的地方比较多 在我们川东地区还比较少 这我调查了 这个名字叫做 先昏开后深入 所谓轰开就杀人 走进去就杀 拿起来屁股 一直乱墙打死 然后让老百姓害怕 和周里玻璃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这种情况我在好几个调查当中 遇到了这种情况 这是他的主要过程 好的谭松教授 那么就是说根据您上面所说 我记得我遇到一个河南的一个老师 他说他的家庭就是说 像您所说的这个重新化的地主 在第一次的时候呢 没有化成地主 最后成了补化地主 然后就把他们家的房子啊什么呀 他说他们家房子特别大 辛辛苦苦几代人的这种劳动成果 可以说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 就被收缴了吧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就是想问您 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您研究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一些官方文件 他们对这个划分成地主呀 富农啊 贫农啊 这种东西有没有一个理论性的依据 好比说你有多少亩地去换你地主 你有多少亩地去换你富农 有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他们有没有一个界限 就是这个方面 就是您所看到的 我没有看到官方的文件 但是调查当中听到去有种说法 一个就是说 1949年前三年买的地不算地主 一种的就是说 要有叫五蛋谷以上的 不算地主 五蛋谷以下的不算地主 川东地区一蛋谷一半是350斤 有的是300斤 这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在我的调查当中 几乎完全没有按照这种来 比如说我调查了好多人当中 他1949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的人知道 消息临通的人知道共产党要来了 可能要打土豪分田地 他赶快把土地卖了 因为这个是卖的很便宜 有的人看这么便宜的土地 赶快去买 一买来之后 他才有的还没有几个月 有一个我调查中 有一个才买了一个月 这根本不算是解放前三年买的土地吧 但是也把它划成地主 有的很便宜 有的才两蛋五的骨子 也把它划成地主 这都是我调查当中的 所以说共产党它的那个文件 我没看到 但是有这种规定 据说有这种规定 我听郝顿说都是有规定 但是这种规定 它几乎都没有实行 在实际当中的时候 整个农村它就很广阔 没实行这种手法 所以在画地主当中 就很随意 这个画地主当中 我简单说一下 在土改当中 我刚才讲了几个阶段 画城镇这个阶段 是对地主和他们子女 影响最大的阶段 又杀人嘛一下就杀了 父亲嘛就是那一年到两年就算了 但是这个地主 富龙什么这个帽子 戴上来是几十年 他们要受几十年的苦 所以说在 五改化成分这个当中 是特别特别 影响巨大的 对他们整个家庭 后人影响最巨大的 因为 他们的子女们 是几千万 而一旦 画成这样的话 他们要受几十年的 那种磨难 而恰好这么一个 最最 关键的 对人影响最大的 对几千万人影响最大的 他居然非常随意 比如说 有几十亿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讲 一个就是 他居然规定 每一个村子都要画地主 那个村子里面没有地主 怎么办 他都穷得不得了 那就矮子当中 选个高一点的 我调查当中的 曾经在这个 很穷的乌气县 他们是用那个吊罐来煮饭 那么怎么办 其中有的 一般人家庭只有一个 但有一个家庭里面 两个 也穷得叮当响 吃吃不饱的 好 你有两个顶罐 煮饭 那就画成地主 他来了一个硬性的规定 每一个村子都要画地主 你可是这个多么可怕 中国这么大 很多村子 很多里边 山区里边穷得一大幅度 他居然也要把里边画个地主 就是我说 昨天晚上 刚刚去世的那个张先知 那个土改工作队员 他说他们到了 画成的地主家里去看 他们木灯口袋 他说完全像教化这样 一个文章都没有 集会有个文章的话 爆出是补金 家贫如洗也把它画成地主 所以我调查当中 有的人画成地主去分什么呢 虽然分来分去 分到一个木板地 分到一个庙湖 没什么分的 家里面穷得不得了 要分财产 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说 他的计划性 必须要画一个地主 而这样画的时候 他要受 包括他的子女 他的整个家族 受几十元的苦 另外就是随意性 这个随意性怎么呢 就是说随便怎么画 有我调查的几个当中 化成地主怎么呢 因为说你没下地劳动 你当老师 当老师就是不下地劳动 就化成地主 而这两个人 这两个化成地主的人 遭遇几十年 那简直是非常非常血腥 非常非常惨烈 就因为他们当老师 没有为下地劳动 就化为地主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怕 随意性 还有就是 你得罪了我的人 可以化成地主 比如说那个 有一个人当中 那个常工解法他 说他脾气不好 那天骂了他几句 马上就把他化成地主 而且化成恶霸地主 就是这样来乱化 他的可怕性就不消缩了 就是说化成地主之后 后来你看那些地主侄女们 他们结不了婚 读不了书 无法参军 连结婚都结不了 所以这个评定是几千万人 所以说土白这个化成分 是非常血腥的 也非常残暴的 看起来他没有掉打 没有什么什么枪杀 但是他造成的那种 那种惨烈的景象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另外我觉得他这荒诞性 就是他把人啊 莫名其妙地化成很多等级 我在后来调查当中 发现根本不止 中央文件规定的那几个等级 十几个等级 各种各样的等级 下面又创造出了一些等级 每一个等级简直是 那件事是五花八门 很惨烈的 所以这就是化成二人问题 谭中教授您讲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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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我想讲点那个 跟财产的问题 中共的规定 本来明文规定了 就是说只收那五大财产 其他财产不收 而且那五大财产当中 有两大财产 他明文规定的 就是多余的粮食 和多余的房屋 才收 那至少 比如说他有三间房屋 他自己住一间 那两间算多余的 你把它走吧 你可以说的走吧 但是实际上 刚才我讲了 他全部收完 所有财产全部收完 所有的粮食全部收完 这个导致很多地主饿死 比如说我在一个 叫羊托坝的地方 采访的时候 那些地主的残律 当时几乎全部饿死完了 就是所有的粮食 全部收了 这一点我要说点题外的话 就是说当年那个 就是两年前 因为参加那个方方 那个小说软来的论战当中 很多人攻击我 全部拿着什么呢 拿着中央的那种文件 就是什么划分成份的那些文件 或者是那个中央土地改革法的文件 来说 你看马里乱说 中央文件不是这样的 我这感觉很无语的就是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历史调查 或者我们只看中共的文件的话 那么永远不要再做了 永远不要再做了 我在调查当中发现一个普遍现象 几乎没有例外的 就是只要平成地主 财产全部收完 全部收完 这个当中 不仅仅是把他的五大财产全部收完 也扑盖都不流传哦 很多地主 有的地主当中是收完 冬天冲的老的 还有就是 他明文规定 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募收 这个当中 中共又是把这个也说得很好 在土改当中 其他财产没有什么不被募收的 而且这个募收的话 收得非常血腥 非常残暴 而且非常彻底 好多人就死于这个阶段 我想关于这个具体的例子 他们怎么收的 用了什么方式来收的 造成了什么灾难 成了什么 越运的那种血腥残暴 我想我们在下一集当中 专门来谈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也是很多的例句 好的谭聪教授 那么第七时间也差不多了 当然就是我在这里再多说几句 我个人很多年 我不知道我的家庭出生背景 因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在炕头睡觉的时候 我外婆千顶万主 就说孩子 你要出去的时候 别人问你是什么出生 你就说贫农 她是一个不诗字的老太太 但是她内心那种惊恐恐慌 等若干年后 我的外婆去世了 这些年我才知道 我的外婆的家 是一个负农家庭 那我多次询问我的母亲 我说土改的时候 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我的母亲只有 土改的时候 我的母亲只有六七岁 她也有记忆 她说他们晚上是不敢点灯的 如果你点灯 那些土改组的人 就认为你在转移财产 马上就破名而入 马上就来看 他们把那个灯放在斗里面 就是这点光 只能让他们 从事这个平时的日常生活 然后把我的外祖父 真外祖父 也就是我母亲的祖父 吊打起来 打了口吐白沫 家里的田地啊 我们的祖屋现在寒在 等我回去的时候寒在 因为那边比较干燥嘛 已经被别人侵占了 他们的房子 驴 粮食 布匹 全部都洗劫一空 那我当时非常可笑 我就问我的母亲 我说你们不敢讲话吗 不敢说吗 用我母亲的话就是说 你一个字都不敢吭气 就根本就真的是 精若寒蝉啊 只要不挨打 少受点罪 他们最后被赶在一个洞子里面 生活下来 当然随之的大饥荒 也就把我们家几口人 就基本上饿死了 他们逃荒到闪击才得以幸存 但是就是说 像谭松教授以向所讲的这些问题 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 很多年都是被掩盖的 中共这么多年呢 就是说很多东西啊 就是需要像谭松教授这样的人 去记录来抢救 然后呢 就是留下这些真实的历史 那谭松教授也说 如果这些东西听起来是非常的残暴 非常的血腥 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的话 我们不记录的话 那么这种悲剧呢 还会再一次发生 那么这个事情呢 总得有人来做 所以总算有谭松教授 这样一个 真的我 我不想 不知道怎么样称呼 就是说 以他这种良知和勇气来站出来 完成了这么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出版了这本书 那么也替这些数百万的地主 民渊教区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谭松教授 感谢我们的观众 感谢我们的导播 下回呢 节目呢 我们还会邀请谭松教授 继续来给我们谈中共的土改 那么谢谢 再见 谭松教授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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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